战争是十分残酷的,每个人的生命在战场上都如草芥一般,因此古往进来的战场上,士兵们都会携带一些防具,比如古代战场士兵打仗时穿戴的铠甲,还有钢盔,因为只有活下来才有可能在战场上取得更大的效果。 到了近现代更是如此,各国都纷纷研制各种先行的搭兵护具,来保证士兵的生命安全,尤其是现代更是如此,很多国家研制出来的防具,不仅仅有出色的防护性能,而且也不似以往抬甲那般厚重,现代起来也十分方便,尤其是头盔,更是如此,因为头是人身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假如头部受创的话,极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以往的头盔仅仅提到的是防护作用,而且防护效果也并不是很好,但现代士兵陪戴头盔的作用,已经不仅仅只显于防护一个用途了,像叶式设备,红外线设备,铜讯设备,定位设备,等等一系列先进的打兵装备,都能携带在头盔上。 不过不知道读者有没有注意过,燕都士兵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时候,基本上头上没有佩戴头盔,一般都是裹着一条厚厚的头巾。 据资料记载,燕都士兵头上的头巾在裹的时候十分繁琐,往往需要花费三十分钟时间才能裹好,而且头巾又不像头盔那样,能起到防护的作用。 那么为何印度士兵宁宁肯花费长达三十分钟的时间去过一个看起来在战场上没有的头巾,也不愿去佩戴头盔呢? 这里边涉及到了一个宗教信仰的问题,印度对于士兵的宗教信仰管控得很松,因此佩戴头巾的士兵在入伍之后,军队并不会要求他们摘下他们的头巾。 佩戴头巾的这些士兵基本上都是西克教的教徒,据旗戴该教的教义规定,信徒在佩戴上头巾之后,一直到此都不能轻易的将其取下来。 不过头巾也不是瞎裹的,一般来说,头巾越长的佩戴者,说明其在教会的地位越高,在佩戴颜色方面也有十分明确的规定,像蓝色头巾只有教会的长老,才拥有佩戴的权利。 不过当头巾能裹到一定厚度的时候,子弹是有可能被头巾拦下来的,前提是此人必须拥有足够高的地位,不然轻易佩戴这么长的头巾是违反教义的。 厌度军方也十分清楚在战场上佩戴头巾的不变,因此军方在后来就研制出了专门针对希克教信徒的头盔,就是方形头盔。 这种头盔的覆盖面积吧,可以将头巾盖到头盔之下,这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有效地解决了士兵的安全问题和信仰问题。 虽然这种头盔的发明,违背了现代头盔的设计理念,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于那些佩戴头巾的士兵来说。 这样的设计还是十分人性化的,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